這款遊戲去年出沒多久就終止服務了 那時隔一年以後不知道變成怎麼樣了 進來體驗看看吧 穿個名稱進來囉 感覺 怎麼沒音效 喔有啦 這是屬性相克 很簡單喔 三種屬性 認顏色就行了 有啊 講話講話的 漂亮啦 你總算講話的 欸這個有點像週末陣線耶 簡化版的週末陣線是不是 怎麼有種 有種年假感啊 那啦 蹦蹦蹦蹦蹦蹦蹦 這款數字遊戲 最好跳出一個4.8K 那麼秀 那 技能放下 無法拉近喔 無法拉近就比較可惜啦 數字比角色還大 球耶 我也是個完美的聲音喔 球耶 啊 啊 啊 換進來啦 欸 下面72% 這是 哦 進度喔 我有 我有 還在下載耶 下載完成 進行招集 招募了 10年抽 抽可愛一點就好了 反正我只是體驗試玩而已 好 要求不多 這是阿卡 跳過 都是阿卡 喔 S阿卡怎麼講話呢 那SSR我是不是有賴過2D啊 我開始好奇耶 哇 都沒有 最高是到SR而已嗎 有紅色的卡耶 那是什麼 我有戳到紅色的 進行編程 這台服玩得到嗎 感覺一年後重開 經驗度就還好了 畢竟已經隔了一年了 相對的玩家部分啊 口味也會變得更刁鑽喔 所以很多遊戲就是這樣啊 不是你把事情解決了 把一些Bug給修復以後 你再重新推出就有人會買單 因為時隔一年了 來到2023年的部分啊 相對的這款遊戲 就伴隨著危險性 來 進來 要開始打了喔 他們在接吻耶 Story 出擊 部隊變更 部隊變成 目前只能派兩位啊 好啦好不容易才進來 那個錯誤遊戲啊 之前有一款SEGA的錯誤遊戲 也差不多是這樣啊 就是一個範圍圈圈圈嘛 進行射擊 不過錯誤遊戲的話 他的範圍好像沒那麼大 而且 他的視角部分是比較特別的 這個遊戲其實做的還可以啦 但是 角色無法拉近 這一點比較可惜啊 開招 那如果去年就出了的話 應該才賺不少錢啊 開機能 欸 我轟錯地方了 欸 我想起來了 他最關鍵的原因是什麼 音效部分啊 這個遊戲的音效部分做的太失敗了 沒有那個爽度啊 哇 我發現這才是重點 真的重點 下一關 我來 我來 開…開加速 開自動 啊 可以…可以解放雙手耶 那邊 這樣就變成一個詳細的情報網 什麼資料都看得到啊 解放雙手這點可以小加分一下 我覺得他如果是像這種射擊彈幕的啊 音效一定要做主了 沒有爆炸… 他爆炸聲音做的也不是很豐富啊 射擊的話應該是配合彈頭啊 那些…來一點相對應的變化 搭配下音效嘛 啊這邊倒完了 喔他連這個地方也會自動耶 你看啊 挖呀挖呀挖 看到螃蟹我就準備挖呀挖呀挖 想到目前為止,各位看了有沒有非常心動呢? 有沒有最適合得這款遊戲聖靈人生中最大的神作? 如果有的話歡迎前往QOO使用安卓手機進行下載 Thank you BOSS還沒有出現 這裡,攻擊 BOSS 這就是我堅證的利害 優優的 除了音效之外,第二個缺點就是 它雖然有全程配音,但是少了Live2D 現在只是插個圖片,這個已經算是過死了 整體來講有點可惜 我覺得這一個作品的話 它應該是會有 人氣的可能性 只不過 做起來是有點陽春啦 除非你是粉絲 你是粉絲的話 可能會覺得OK啦 左上方 這裡有郵件獎勵 來,你,來,你郵件 一鍵領取 再來,進行召集 2D 這裡有限定池耶 喔,可以20抽耶 這裡還有衛士招募 算了,我們20抽抽一抽吧 有沒有比較強勢的角色 跳 都是阿卡耶 SR 所以剛剛是不是SR而已 應該不是喔 應該是有SSR的喔 再抽一次 所有跳過 他有出現所有跳過 該不會 沒有SSR吧 還是只有SR而已 有啦 有SSR啦 哇 你這個機率太低了吧 你十個一年推出來 不行啦 啊 懶得玩啦 我想說有SSR還可以進去試一下 嘖 我就無可玩一玩吧 這個台服會充滿 機會渺茫喔 好啦 本支影片就到這裡吧 大家掰掰